建议采取良好的鸡蛋储存操作 这是确保鸡蛋可供安全食用的重要步骤 鸡蛋储存不当会导致鸡蛋污染和细菌滋生 要给鸡蛋创造理想的温度环境 鸡蛋的储存和运输必须在一个系统内进行 以避免鸡蛋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的各个阶段温度变化过大 将鸡蛋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下 定期监测冷藏室和运输车辆的温度 并确保定期对鸡蛋储存室进行清洁和消毒 蛋将提供给鸡蛋加工厂前需冷藏或冷冻 建议在温度低于20摄氏度的情况下 用合适的车辆将鸡蛋运送给消费者 总之,最好的实践建议就是遵循标准 保持环境清洁和安全 保证温度低于20摄氏度 并始终确保安全存储和温度恒定 欲了解更多储存和温度控制的标准要求的相关信息 请访问agriculture.vic.golf.au